台北市長柯文哲 日前在臉書發文 日前在臉書發文 宣布替台北市還債500億 獲得許多網友的讚蝦 還有網友龔柯文哲選總統 連知名網紅健身教練館長陳之翰也表態 挺柯文哲出來選總統 像你說總統不好當 但是很多網友希望你兩年之後 可以出來選總統 你覺得你有可能出來拯救台灣嗎 為什麼那麼偉大嗎 對柯文哲來說 先研究年底這一場市長硬仗 該怎麼打可能比較實在 近來北農總經理吳英寧 負面消息不斷 柯文哲今天出席活動 受訪時說吳英寧的爭議 對選舉多少都會有影響 你是不是曾經有講過 就是如果一直 關於你一直打吳英寧的話 就可以搶到淡欄的選票 我只是在內部會議講說 吳英寧的問題不解決 民進黨會一直留學 柯文哲也再度撇清 吳英寧人事案是農委會主導 目前整個北農的人事 其實是農委會在主導 因為我們那個董事長 等於是量在那裡而已 所以你也覺得 吳英寧是個問題 坦白講 農產公司是一個高度複雜 而且牽涉到全國 坦白講那個位置不好做 那個等於各方勢力在角逐 所以說一個沒有經驗的人 就很容易 那個位置就真的是 誤雙通雲的小白度 不過民進黨台北市長候選人 姚文志替吳英寧報吃 說吳英寧過去在農村運動 及農業產銷 長期付出很多 我是覺得 客市長真的不應該再繼續這樣消費吳英寧 或許大家質疑他的很多的問題 後來都證明不是真的 那為什麼不還吳英寧一個清白呢 坦白講我們要替他報區 生活中心台北報導 蘋果歡迎15周年 送你百元C的米鎮 再抽10萬現金大獎 還有2018市集冠軍賽門票 現在就下載台灣蘋果日報APP